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今天是2015年的12月8號 今天下午的時候我發現LINE的那個軟體有更新 那我覺得這個功能還不錯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功能在這裡這個按鈕 點擊一下有一個聊天室排序 點擊一下聊天室排序 這個聊天室排序是今天更新的功能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預設的時候我們平常都是用收到的時間來當成聊天的排序 所以傳給你的訊息或者是你傳出去的訊息是最靠近目前時間的 通常都會放在最上面 然後依序排下來對不對 好那今天多出這個功能就是 譬如說未讀訊息我們選擇未讀訊息的時候 好未讀訊息就會把你沒有讀的訊息照時間排下來 好那另外還有一個排序方式呢 是我們再點一下聊天室排序 這個我的最愛我的最愛點一下 那就會把你曾經加入你的最愛的那些人啊 都把它列進來 然後你可以先看到他們的訊息 好我覺得這個功能蠻不錯的齁 好這是手機版本齁 手機版本就是能夠依照這三種方式去排序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電腦版本 電腦版本呢 它這邊齁 右上角這邊 它可以用收到的時間 還可以用未讀訊息 但是呢它並沒有我的最愛 可是呢它多出一個 全部標記為已讀 像我這邊有 549個未讀訊息 我覺得好多喔 然後 有很多是廣告我根本就不想讀了 所以呢 可是 可是因為我這麼多未讀訊息 如果真的有比較重要的未讀訊息 跑出來的時候 我又不知道 因為這邊已經太多了 所以再多出來我也不知道 我有新增 所以呢 我就按一下 全部標記為已讀 哇點一下 太棒了 所有訊息都標記為已讀 好然後再看一下我手機 應該會同步了吧 同步一下 同步一下 喔 22個 為什麼還有22個 可是我的電腦已經 沒有了耶 哈哈哈哈 全部標記為已讀 好 好 這個是 就我所知啦 就是它的 電腦版跟手機版 在伺服器那邊同步的時候 都還有一點時間差 好 那我們 呃 這個 這節的分享主要就是告訴你說 我最喜歡的啦 全部標記為已讀啦 這樣省了麻煩 然後手機版這邊 雖然還有22個未讀 我不曉得為什麼 那不管它 可能Line他們本身 還有一些同步的問題 好 那手機版這邊呢 聊天室的排序 它少了那個 電腦版的這個 把全部的未讀訊息 標示成已讀 我覺得好可惜喔 可是它有一個 我的最愛我覺得還不錯 欸啊 我的最愛有沒有人 不曉得什麼是我的最愛 給你看一下 所以我的最愛就是 今天你如果有一個人 嗯 有 有一個你的朋友 有一個你的朋友好了 好 譬如說 好 大臣是作家齁 這邊 你點一下這個星星啊 你點一下這個星星 點掉了就 不是我的最愛 然後點擊一下 綠色就是 我的最愛齁 那它就會列在你的最愛裡面 那你用手機 來查找訊息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 直接 直接 在聊天訊息的地方 聊天室排序 把這個我的最愛勾起來 我的最愛的人呢 就會先 直接列出來齁 這比較 比較那個 類似網頁的那個 我的最愛功能齁 先看他們的訊息 好 這就是今天 嗯 Line的更新的功能 我覺得還不錯齁 分享給大家 我是劉奶爸 網路行銷八天檔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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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看 好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